本有學者為了鼓勵家庭回修廚餘 並且收集研發生殖甲碗的材料 特別是在工程縣推出廚餘換咖啡的活動 還把回收點附近 打造成時尚的木造咖啡廳 不但環保又能鼓勵民眾 帶著廚餘上門換咖啡 一家大小住在吧台前品嘗美味的黑咖啡 但這間木造小屋可不是一般的咖啡店 一袋主菜剩下來的廚餘 竟然能換到一杯香醇的咖啡 原來這是日本研究生殖甲碗燃料的副教授多田千佳 為了收集原料並鼓勵民眾響應環保不亂丟廚餘 特別在工程縣著名的明子溫泉 推出了優惠活動 他不但在當地搭建生殖甲碗的生產槽 一杯杯熱騰騰的咖啡和茶飲 更全是用生殖甲碗煮出來的好味道 他還和當地的溫泉旅館合作 協助回收大量的廚餘 當作生產甲碗的原料 大約60人份的廚餘就能知道一個家庭 一天所需要的瓦斯量 而且發酵後留下來的廚餘殘渣 更是最天然無害的有機肥料 生殖甲碗的概念 讓原本沒有價值的廚餘成為新興的環保能源 剩餘的殘渣也能以最天然的方式回歸大地 讓地球生生不息 記者問君綜合報導